講到台灣好女婿 你給鐙輝打幾分 她真的不容易 她從十分 十分才四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 不喜歡她哪一點 什麼都沒有 她一台自動車而已 所以十分 十分算是勉強加上去的 我一天到晚叫她跟她切 然後他們兩個就躲在八卦 接電話 後來 所以你是不見從他們在一起的 那時候 當媽媽的都... 我媽都幫我介紹 很奇怪的人 家裡都有錢 但是都是很奇怪 都覺得很奇怪 你沒有到底怎麼知道奇怪 你要看到錢就不奇怪 喂 都現在八十分了 現在八十分 對,因為我現在跟她講 我已經坐滿十年了 如果再十年有退休金嗎 你給我退休金 我就... 給你打一百分 她從三節禮金到年終獎金 到出國旅遊津貼 現在又多了一筆退休金 退休金是新的 今天我才知道 有一種新的款項 對啊 很會想 她現在要先清退休金了 退休金了 十年了 做十年了也該退休了 我想說再反十年 你只要保二十年就可以領了 那反過來呢 如果是今天要幫丈母娘打分數 你會給她打起來 我覺得她不容易 因為我一開始會... 零分 對 這麼久了 那孩子也不太認真 顧著 都放股 吃糟糕的養法 但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我後來慢慢細心觀察 比如說小朋友半夜在鬧 七早八早要起來 帶他們上下學 然後跟... 我有時候半夜熬夜回來 然後拍戲回來 夜戲回來 她看到我回來了 她會醒 然後她問我說餓不餓 要不要煮東西給我吃 她有很多一些小舉動 其實都非常貼心 貼心 我看在眼裡 我就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很多爸爸媽媽 是你給她再多錢 她也不幫你帶小孩 因為 有帶過小孩都知道 所以我現在她是滿分 她是沒有的挑剔 因為她... 在帶小孩 光是願意這樣子帶小孩 而且十年了 滿不容易的 所以你是不是對 你也說到一個重點 有些人是你給她錢 她也不願意幫你帶小孩 是 她起碼很簡單 就是她願意幫你帶小孩 前來就幹 你只要給她退休金就好 你還真的講對了 真的 她就是鬼 有錢能使鬼推磨 她就是鬼 俗話說 先禮後兵好說話對不對 這一年來 家人們曾經做過 讓你感到最快樂的一件事有沒有 我最近才發生而已 其實琪琪 她真的滿照顧我 而且不管是工作上的事情 或私底下的事情 然後在上個月 我去北藝大上課 然後因為我騎車去 所以我把手機放在口袋 騎車會這樣顛撥 對 然後掉出去之後 我就到了之後發現 我手機不見 然後跟同學借那個手機 然後說你借我一下 然後我就發個訊息 臉書訊息說我手機掉了 找不到我 那就是先這樣 拜拜 離線囉 那一天是下午一 兩點 上到五 六點 我回到家在晚上七點 我一進家門的時候 我看到一台全新的 iPhone 11 對 全新的 加上我的門號 全新的門號的SIM卡 辦好了 全部都恢復到 丟之前 比丟之前還要新 就在那邊了 結果發現是所有的學生 因為想說黃鐙輝怎麼這麼窮 還要跟大家借手機 然後合資買了一支手機 生日禮物 驚喜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 這個效率也太高了吧 對 他就馬上去幫我弄 有 看到日本 但是他所有的大小是 都跟這件事情一樣 有很多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比如說他看到我的床沒有被套 然後他看到我的電腦的什麼東西 很舊 很爛 他會把他的東西 就幫我換成新的 他會在我不足的東西 都把它補足 你知道他幫你補足的都 難怪 你看 很奇怪 這就是叫一個循環 流水濕源 他這樣講 要邀功了 我就把真相講出來 那個被套是黑色的 他要用 他跟他說你不准睡 那個是死人在睡的 所以他才把那個給我 你還說這 你說那死人在睡 你面子沒有的 你怎麼拿來 我又睡得很開心 後來我發現真相是這樣 你說話說 被發現了吧